由于干字生辟 1957年国务院将新干改名为新干 那时新干简纸的主要传承人彭许平还没有出生 新干简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流传的历史跟新干的历史一样久远 也曾经在新干非常盛行 反正我们的印象中就是老一辈的人都会简 平时晚上没事就都在家里简 都会简 因为这简纸在我们农村有实用性的 比如说一些绣花纹样 冰箱嫁娶 节庆 一些节日都会用上简纸 简纸是农耕社会典型的民间艺术 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各种民俗活动 中国各地的简纸艺术丰富多彩 蕴含了鲜明的地域文化 新干简纸的视觉形象和造型格式别具特色 依稀可见三千多年前青铜文式的印记 这个看起来像什么 羊 对 那么在青铜器里面它就称为羊头 这个呢 羊 这个呢 羊 也有点像什么 羊 我们新干简纸上面的一些装饰文一样 都是在青铜器上能找到影子的 我们从哪里来 是彭许平一直想搞清楚的问题 也是他创作想表现的内容 他参观青铜馆 查阅古代文献 寻访专家 终于有了线索 这条不起眼的小河名叫干水 发源于离山 向北留经子干山后汇入干江 水已山名 献已水名 故名新干 而史料还记载了新干得名的另一种说法 史及姓氏考略记载 干世 吉州人 因水为姓 干世族谱旭谱 记载了自己祖先姓氏的来历 春秋战国时期 有位姓金的宰相 因幼主昏庸 弃官还乡 不久就携家小四处游历 他们来到了干水河畔 见这里山清水秀便定居下来 以干水河的干字为姓 从此隐姓埋名 耕毒传家 最终把一块荒芜之地 开拓成人烟覆盛的城部 这个地方被世人称为心干 了解家乡地名的由来后 彭许平有了创作的冲动 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创作了一幅作品 《家乡风韵》 并带到简纸班上给学生们看 一起分享家乡悠久的历史 和丰富的文化 我们新干国宝级的青冬季 伏鸟双米斧 我们的文士 青冬季的一些鸡翅活动 看到没有 这一块反映我们新干传统的农业 你看到没有 泥铁看到没有 擦压 踩水车看到没有 这个栽什么 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是什么 鱼子 这是农业 干水是新干地名最早的起源 除了干水还有一条原河 他们在新干和干江 冲击出了一片广阔肥沃的平原 河湖密布水道纵横 舟船云集处 也曾经诞生了充满传奇色彩的 河湖文化 河湖ờ 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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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